HELLO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 隨便聊到隨便打環節啦 那今天我要繼續來打一下 我們那個關卡喔 稍微找到一點點突破口了 這邊用去一手殺技是完全沒問題的 只是這邊要補充一些角色 來打一下紅色的水豚軍 然後有人就跟我講說 飛腳貓可以試試看 那因為我們上次已經用過 飛腳貓的感覺好像 還是必須要就是 有人能夠幫助他的那種環節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 這個二人組就下來好了 那我們一樣就是在給 飛腳貓一次機會好不好 我們再戰一次 再戰一次 如果有飛腳貓的話感覺 應該是可以撐就是那個暫停的時候 然後來去 來去打一波輸出的嗎 我不知道 但是也只能這樣試試看了 大家覺得這次有沒有機會可以打贏呢 人家這邊是紅色敵人超大傷害 而且有超受特效好不好 然後他是遠距離範圍的 好 走起 昨天的話就想打得非常非常驚險喔 今天應該也會打得非常非常驚險 但沒有關係我們就 LASS GOGOGO好不好 至少抓到了一點點小Pepple了 來 沒問題 這邊喔 不是 頭錘貓應該可以換掉喔 昨天有發現頭錘貓 一點用處都沒有 飛腳貓打一下 可以喔 感覺目前還說飛腳貓這個位置都還行 至少都可以打到 至少可以用這個方法消掉的話就還行 暫停 喔 nice 有喔 飛腳貓這樣的話還行喔 趁那個 趁那個誰還沒過來之前先疊多一點 然後先打掉這幾隻水屯軍 因為總共好像是四隻腿屯軍的樣子嘛 對不對 對 四隻腿屯軍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努力打 喔 打很遠喔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那個啊 因為我昨天的打法是先叫一大堆那個 殺技出來對不對 那我不知道這一次是不是 還是我們可以先料理水屯軍 感覺先料理水屯軍好像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錯誤的方法 你先把水屯軍打死之後 你就可以再叫 那個殺技出來了 所以這邊用這個 用這個來打 感覺特別有機會喔 先用飛腳貓把這個水屯軍打掉 反正這關的不二法門 第一就是你可以先把水屯軍處理掉 處理掉 然後打我們就是那個 打我們就是那個 鵝鵝 不然就是把鵝鵝處理掉 但目前看起來我們把他們清掉之後好像是 沒有再有其他的那個就是水屯軍出來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優先把水屯軍清掉 喔 那這樣好像比較好一點點喔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這個飛腳貓 範圍攻擊打得不錯 但是整關的關鍵 我只能說還是我們的 硬的貓 硬的貓真的太強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水屯軍打掉 那我們應該就可以就是 再把那個殺技出出來了喔 這邊就用我們的這個飛腳貓 不斷的飛 不斷的飛飛波 nice 這邊就可以派出我們的狙擊手了 殺技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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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啊 這樣應該就撞得蠻爽的 因為目前來說都是打在那個鵝身上了 所以那個飛腳貓可以先不出 然後讓殺技來打 可以可以 而且我覺得這關關鍵點就是這個未來貓啦 好不好 未來貓這邊坦住了那個傷害 然後讓我們就是飛腳貓可以就是 安穩的把那個就是輸出打在我們那個水屯軍身上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 這個關卡有時候就是你只要少了一隻貓貓 你有一些貓貓就會變得比較難去上場 所以不是代表那個貓難用 可能就是你沒有搭配到一個就是最佳搭配 這很重要的 你只要有最佳搭配的話應該就蠻舒服的 你看現在露出的那個就是水屯軍了 應該是可以用這個飛腳貓直接弄一波了 因為我們這邊鵝的話一定是可以把飛腳貓給打死的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用這個 用這個就是未來貓來扛住傷害啊 就還蠻行的啊 暫停 哇沒打到 但沒事我們這邊殺技還可以 而且殺技第二隻感覺可以出來了 那這關的話大概就是這個打法了 飛腳貓真的很厲害啊 不愧是大家所推薦的這個 紅色敵人的這個小地藏 舒服 小地藏同樣的這個 厲害啊 好兩隻殺技出來了 這個應該會被我們轟死啊 兩把巨槍 昨天是三把巨槍開轟啦 但是轟到最後不夠力了 哈哈哈哈 但現在應該是完全沒問題的喔 飛腳貓走起 第二隻飛 喔可以 那這樣把他打死之後呢 就靠狙擊槍的表演了 不知道我們的飛腳貓可不可以打這個蚵 那整體的話關卡應該就長這個樣子了 應該是完全沒問題的喔 舒舒伯伯 nice 這關應該是最後一關了 可以 完完全全就是靠這個欸 異能貓去打一些東西的 所以大家問說就是 欸 那個異能白骨貓就是 是貓還是腰系列的那個要不要抽啊 其實我覺得你如果就是 把一些主力的輸出的這些超級貓包都抽到的話 那你確實是可以用一下我們這個異能貓的喔 異能貓這邊是真的還算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欸不是最後一關欸 這還是怪獸表演的岩石窟 OK 好我們當初是用這套隊伍打的 我們就試試看吧 我覺得直接給他點尊重好了 全開 哈哈哈哈哈 異竟是三星關卡還是還蠻難的喔 怪獸表演岩石窟 我們有帶那個欸 我們有帶那個就是 劍聖 我們那個 這隻教授我忘記了 公本武藏 我每次都把公墓 公墓武藏跟那個 公墓教授我忘記了 公墓跟這個公本武藏我每次都會搞混 這關看來彗星一擊也是很重要的喔 來啦 出一隻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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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鋼鐵搭配確實挺麻煩 這個加速先關掉 彗星一擊啊 拜託 我每次求你們彗星一擊都不會 到底在幹嘛啊 喔這個好這個不錯 至少今天這個還算是有搞頭 霧藍就慘了喔 來弄死弄死 好 就是我們的時間到了喔 炸彈貓真的是打黑色敵人超級無敵好幫手啊 就是如果真的沒有一些會搞這個黑色炸彈的東西的話 這個真的很不錯 你看 直接暫停到一個爛掉喔 這絕對是黑色敵人必須怕的一個東西 這隻真的很厲害 他直接可以把你黑色敵人定到不要不要了 但是如果有一些什麼山豬啊 或是像帝王這種 或是海馬那種的話就真的會比較尷尬 但是他絕對是打黑色敵人的一個超級無敵好幫手 莫望每個月的22號的下午2點22分 莫望 大家如果還沒拿到他的話確實一定要拿喔 百分之一百 超級無敵好用角色 那這角色一開始要怎麼取得 就是要拉那個拉門啦好不好 他是隱藏系的角色 但整體來說他絕對是打黑色敵人的一大好幫手 絕對的 雖然就是後面的話有一些關卡就是 專門就是克制到他了 但是整體來說還是蠻不錯的 你看像黑色噴噴這種就是比較大霧的 或是我們那個黑色山豬那種比較大霧的 都是可以靠他來弄一波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有多重要 但這關也是故意來搞的拉 這關的話就是來搞這個黑色炸彈貓了 因為他就不斷地派這鋼鐵敵人一直往前送有沒有看到 阿你這邊如果沒有把打出灰心一擊 你就什麼都不用玩了 欸不是欸 你們到底在 幹嘛啊 不暴擊就是不暴擊我那怎麼辦 哇靠 你看 本來都快贏了 我傻眼 喔我的天 你看 這個沒有鋼鐵敵人之後 這就很好聽了 好啦這邊好像撐住一段時間之後就不會有出現了 好像就不錯 你看那個帝王也是拿來搞這個鋼鐵 來搞這個炸彈貓的 因為他就暫停到前面然後 弄不到後面的帝王 然後鋼鐵敵人又出來在那邊攪局 所以你看 那個炸彈貓真的是太好用了 而且炸彈貓的話他是不用抽的 他是直接可以免費拿到的 所以才會就是更好 欸完了 不是 不是 會是一擊好嗎 哈囉 哈囉 靠屁 欸真的很傻眼欸 我是說真的 傻爆眼 哇靠 不是這樣搞了吧 等一下喔 那我要換那個了 我要換那個七歲歲出來了 不是欸 因為每次都這樣搞 哇 這樣 這樣怎麼玩 我的會心一擊貓貓不會會心一擊 乾脆就下去好了 這個龍捲風下去了 龍捲風 你已經不是我所愛的那種角色了 來 這關基本上應該要很簡單才對阿 這個會心一擊啪啪啪就結束了才對阿 太誇張了 來吧 不是 你看 你看那些小敵人 不是不是不是 到底是怎麼樣 不是不是 哇操 欸 欸 你看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每次再一次再一次再給他一次機會 白痴喔 這一開始要先那個 你看這個小敵人 那個肉骨之後沒跟他拚欸 剛剛是因為有那個 有那個龍捲風貓貓的關係 好不好 我們先穩定我們先穩定 氣死我了 我們先穩定哈 先不要急哈 哇 這個 這個 這個很難求是不是 我只會想要打個會心一擊 哪某的難啊 我們先七歲歲走起了 應該因為沒有先把他那個 陣型弄好的話喔 七歲歲也很難就是 直接往前 然後又有那個地網 我們要先把一切都弄好之後 我們才可以就是 開那個加速 喔 nice 有沒有看到 七歲歲已經算是 很會會心一擊的好幫手了 我從來都不會怪他 因為他真的表現得很好了 好不好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表現最好的一個那個 鋼鐵好幫手了 還有灰葉機 因為很多東西我們都是 灰葉機跟就是那個七歲歲打的 因為他們這樣才可以相輔相成 你知道嗎 我的天啊 這樣看起來比較穩妥囉 這樣就可以加速開下去了 我有聽到七歲歲的那個 死亡的那個聲音了 死亡叮咚 七歲歲加油啊 爆開了嗎 對七歲歲爆開了 那加速這邊 緩一緩 等待下一隻七歲歲的各位 肉骨獸就 有時候在那邊耍白癡 但是他也不是每一次都在耍白癡 所以我也不能怪他 準哥就真的看他心情了 畢竟他當初是大佬好不好 他想不想幫你砍你要看他的心情 他不想幫你砍那你做什麼事情都沒用 哦 完了 我覺得好像又要慘了 各位 啊 天啊 不要鬧啊 肉骨獸會心一擊會不會 哈囉 雖然這邊是我自己擊了啦 因為我不該 我不該那個開加速 你看開加速之後全部爆開 啊 我的天 好 拉開拉開拉開 啊 好啦 這樣就穩了 這樣不穩也很難了 啊 再見 速速通關 啊 不是欸 這個東西真的是很難求欸 啊 會心一擊這種東西齁 真的就是運氣所在喔 好不好 但是好險有七歲歲 通關 欸 居然還不是最後一關欸 好扯喔 天啊 小海馬與大海兵 結果裡面根本沒 一隻河馬都沒有 哈哈哈哈